在黑板上 但是每次上课时 总会有学生忘了带铅笔 所以我有点生气 不是因为他们没带铅笔 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 好的 看一下这里 先看画画 想想我们之前讲的画画 李慧你告诉我 画画需要带什么东西呢 有什么东西呢 你觉得画画要什么东西 笔 对 还有呢 想一想你画画你会准备什么东西 需要什么东西 笔 对 还有可能是颜料 你知道颜料吗 知道颜料吗 就是各种颜色的 你知道颜料 颜料 比如说你想画红色的花 黄色的花 那种颜料 对吧 有可能你需要颜料 有可能笔就是有颜色的 这就是需要带的东西 然后这里 先看这点 学习习惯 嗯 就是习惯 就是嗯 总是会在 总是会做的一件事情 嗯 一直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我习惯每天晚上十点 嗯 睡觉 今天十点睡觉 明天十点睡觉 我小的时候十点睡觉 我长大了二十多岁了 还是十点睡觉 这就是我的习惯 我习惯用杯子用杯子喝水 我习惯用我的杯子喝水 比如说我我每一次都习惯去那一家餐馆 因为我喜欢吃那的饭 那的饭很好吃 所以我每次都习惯去那一家餐馆 总是在做那件事情 一直在做那件事情 那么学习习惯 就是在学习的时候 总是在做的事情 比如说嗯 老师总是在学习的时候记笔记 记笔记 就是写一些东西 笔记或者说思考 老师在想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可以得到一些什么 启发在思考 这个是学习习惯 嗯 那么说嘛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学习习惯吗 你学习的时候 总是在做什么呢 你喜欢做什么呢 在学习的时候 就是一种习惯 习惯听音乐 听音乐 哦对 好的 原来学 你习惯听音乐 哦 就是你的学习习惯 嗯 那么学习习惯 更多的 更多的是跟学习相关的 对吧 学习习惯 就是你在做学习 学习这件事情 学习这件事情 不是学习 嗯 的时候做的事情 你再想一想呢 就是学习 习惯 是跟学习有关的 你刚才说的是 嗯 你习惯在学习的时候听音乐 这是这是对的 但是老师问的是学习习惯 就是跟学习 有关的东西 有关的习惯 你再想想呢 有吗 或者立会 你觉得你有什么学习习惯吗 立会你有吗 学习的时候听音乐 你看你和方马 是有一样的 嗯 一样的 和学习在 和习惯在学习的时候 听音乐 不一样 看一下 你看我习惯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习惯在学习的时候听音乐 但是老师问的 这个学习习惯 是学习的时候 是学习这件事情 它有关 嗯 它和学习有关 它听音乐跟学习其实没有关系 对吧 听音乐是听音乐 听音乐是一件事情 学习是一件事情 但是学习习惯 就是和学习这件事有关的 比如说老师说 我在学习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 我会记笔记 我会在纸上写一些东西 我会觉得老师说的 很对 我就把它写下来 或者我有什么问题 我把它写下来 这就是记录 记笔记 它和学习这件事情 有关 比如说 它跟 学习这件事 有关的才是学习习惯 比如说 我一边看书 我学习一下第十二课的课本 对吧 那么我就想 我是不是都会读呢 我是不是都能回答老师的问题呢 那我就在想 我会思考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会思考呀 比如说你读一些很搞笑的东西 你不会思考 对吧 你就也不会想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话 我能说这样的话吗 或者谁会说这样的话 你不会思考 你看到一些笑话 你看了 笑了 但你不会思考 可是学习会思考 这就是跟学习这件事有关的 那么创码和例会 你们再想一想 你们有什么学习习惯呢 再告诉老师 想一想 有吗 还是说你们也是和老师一样 喜欢记笔记 喜欢思考 是这样吗 是 哦好的 那么对 这就是学习习惯 习惯记笔记 老师说我就写一下 老师说我就想一想 我会读吗 我会回答问题吗 我以后可不可以这样 像老师那样说呢 别人问我 我可以这样说吗 这就是一种思考 一种想 你看这里 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就是 他们没有记笔记呀 对吧 老师每次都会把下节课 需要带的笔 带的纸 带的颜料 都写在背板上 但是他们没有记笔记 他们没有记笔记 看一下 没有记笔记 这些需要的东西 没有记笔记 他们就没有好的学习习惯 知道了吗 他们没有记下来 他们就没有好的学习习惯 好的 那么这里 前三 看一下 前三排 双码来读 后三排 立会来读吧 这样 这是一把 一是双码 二是立会 我是一个中学老师 教学生画画 每次下课 我都会 把学生需要带的东西 写在白黑板上 但是 每次上课时 好的 立会 总会有学生 忘了拿尖码 所以我有点生气 不是因为他们没带尖码 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 对 很好 然后再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就是这儿 每次下课前和每次上课时 是不一样的啊 看一下 每次下课前 比如说今天下课前 老师告诉你们 那么这里的每次上课时 是下节课 下下节课 下下下节课的上课的时候 这里 他同一句话里同时出现了 每次下课前 每次上课时 你要知道这里的上课时 是下一次上课时的 然后呢 这里的每次是说 每次的下次 就是下次下下次 下下下次 这样的每一次 下次上课的时候 懂吗 这里先发生 先发生 这里再发生 比如说这里是今天发生的 那么这里可能是下周 下下周发生的 要记住哦 它们是不一样的 它们在一句话里出现 意思不一样 每次下课前 和下次的 每一次上课的时候 好的 嗯 前面的第三 第三个 我们来请 双元和立会来读 周明是 双元和善密来读 周明是双元 小刚是善密 开始吧 你怎么 善密 善密 小刚 对不起 一周经理来 机场的路上 我才发现 旺带 故障了 嗯 快点吧 飞机就要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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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看你还是把中央的东西放在我这吧 对很好 大家在一起说 我看 我觉得 我认为 我看 然后最后 嗯 黎慧你告诉我 小刚今天忘掉了什么东西 故障和缘 对很好 好的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再见同学们 再见双元双门 黎慧还有善密 再见 有好时间 有谢谢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